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大家都拿到骰子牛了 可是怎么煎呢 相信大家都满腹问号 所以呢 我特地为大家做了示范料理 那这边我还有用我们的巨无霸杏鲍菇 还有我们囚巾咬的白虾 这个白虾呢 我会另外再拍一个影片 先来看 关系一下我们的骰子牛啰 因为我观察骰子牛的肉块 它其实油脂比较少 肉是比较扎实的 所以基本上它可能就稍微偏一点 跟我们的沙朗牛来比的话 因为它没有什么油花 所以我先用橄榄油 还有海盐黑胡椒 是让它的肉质啊 稍微去吸一下橄榄油 因为这样它的肉比较不会偏干 那这样做完之后呢 你看这样我就大概静置十分钟左右 再久一点其实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就开始切菜啊 备料啊 然后这边看到我先丢了一小块奶油 然后第一面先中大火 30秒之后呢 我就转中火 然后就开始让它去煎 然后你记得七分熟的话 你大概中火慢煎 约三分钟 你就自己去翻面 大概翻个两次 三次就可以了 不要常翻面 我在沙朗牛示范料理里面都有告诉大家 煎牛肉的秘诀就是减少翻面的次数 因为这样肉汁才能够锁在里面 然后八分熟的话呢 就大概煎 时间大概四分钟 然后大家看到这里呢 我有再加一点点海盐 因为牛肉的鲜甜呢 需要咸味来提味 所以我再加一点点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有味道 然后牛排起锅之后呢 要稍微静置一下 让它的肉汁锁在里面 所以这跟我们以往的观念 觉得要趁热吃牛肉 其实是不适用这样子的哦 你煎完之后都要让它稍微静置 其实我觉得七分熟的牛肉刚刚好 吃起来会比较软一点 否则八分熟的话 你再吃可能就会觉得稍微硬一点 但是它不会柴 因为我们用中火去慢煎 它不会柴 只是说它的肉块 本来就比较有嚼劲了 这是八分熟的样子 所以我自己测试了这两个 然后把时间都记录下来 然后大家知道这样做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同场加印巨无霸杏鲑菇 因为它比较厚而且很大支 所以先化线 这样让它里面比较容易熟 因为我要用焖煎的 就是你煎完牛排的锅子 就可以来煎巨无霸杏鲑菇 我大概倒一碗的水 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盐 然后我就盖上锅 大家记得时间都是一个月略速 还是要跟你家里的炉火有关 如果你觉得它已经熟了 那你就可以锅盖打开 然后去稍微把它表皮干尖 这样它就会呈现很漂亮的颜色 这就是我们的慢煎 骰子牛做巨无霸杏鲑菇 那我还会再带大家 秋金瑶生产者的限定鲜野白虾 这个都会带大家做示范料理 就这样咯我们下次见 拜拜